Tonight 大家сть 己共深愛香港 這樣的國家 香港這國家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日是2022年7月29日 哇,到處都有報道,想不到,這次真是打出世界,這個boyband,似乎那些極權暴行,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就沒什麼人喜歡關心,例如你University裡面,那間大學穿了古裝,在那裏頒正書的樣子,那些,你不要摘腳,還是唐伯虎點秋香,十六件一起,咳咳,上吊是何等壯官的時候, 那麽所以,外國的媒體,就可能會比較上關心一些香港,如果你是出名的娛樂的事情,那今回,哇厲害,唱通街,BBC,Washington Post,ABC News,France 24,The Sun,Variety,TMEC,全部國際媒體,都有報這宗這樣的意外,MIRROR演唱會,當中,以Variety報道得最詳細的,包括之前,這個Frankie, 彩排時間只有兩天,啊,怎樣去跌倒啊,各樣那些東西,以及郭富城有些什麼看法啊,啊,萬多人響應這個,Change.organization,聯署,要求暫停非必要的裝置, 那麽他們是認爲,那些電視機各樣是非必要的裝置,其實,主辦單位,啊,想搞些這樣的東西,都是爲出頭的,就是跟許冠文之前,都講過了,啊,他搞洞督笑的時候,有套衣服,那樣的嘛,有條羽毛各樣的,那些,成幾十萬一套的服裝,啊,要有那個,效果,我們叫效果, 那,我們來看一下Guardian怎麼說,不如,Hora at Hong Kong Boy Band Concert,as huge video screen falls on two performers, two dancers injured as a suspended LED screen crashes down onto stage during show by candle pop band,MIRROR, 就是整件事講得很清楚啦,就是一隊藍團,就是無論是港星也好,紅星也好,藍團那樣啦,很客觀啊,我說得,還是要好像Kawaii那些,MIRROR那樣那些, 但其實是的,外國人他未必知道MIRROR是什麼的,能夠知道的就是廣東話樂隊那樣,所以代入別人的角度,反而真是那麽平鋪席序的,哈,那麽講到一個massive的video screen, 很巨大的屏幕,suspended above the stage,懸掛在那個舞台上,跟著跌下來啦,而這個是十二個巡迴演唱裏面的第四場,啊,那些不叫巡迴演唱會,哈,總之是一個series那樣啦,一系列式,video clip circulated on social media, 就是大家都可以見到那些影片周圍傳的了,Anson Lowe那一幕,Adam Lowe那一幕,呂雀雀安,我記得,啊,那個名叫呂雀安,嘛, 盧漢廷,這個MIRROR,是啦,而這個古天樂,啊,就出了來,叫大家呢,那些影片會引致不安,啊,就不要再傳來傳去各樣那些東西啦,那樣,沒有的咯,以前,你說緊, 例如林子祥啦,是不是,啊,例如這個陳奕迅啦,那樣,那些可以避免的,因為是你舞台裏面呢,怎樣行啊,那些,那他可能,就是你彩排了一千次都好啦,總是百米一梳,那但是那些不是基件上面的故障的嘛,啊,是個歌星自己站錯位各樣那些出事啦,啊, 舞台就是有這些卡拉卡拉的東西啦,啊,小鳳姐就不會有問題,因為小鳳姐呢,她不會有那麼多那些舞台技巧,啊,就這樣, 啊,就這樣,站在那裡唱歌的咯,你很難要求人家這樣的哦,跳來跳去,那樣酸不空金剛棒? 但是對於李澤佳而言,啊,MIRROR那些只不過是斂財的工具來的咯,那啊,沒辦法,幾危險的動作都需要做,即是食神啊,那些飲筒有那麼大支都那麼大支,那些冰有那麼大粒都那麼大粒,那些薯條有那麼熱氣都那麼熱氣,那些椅子有那麼高都那麼高,那些小鳳姐吃完就立刻扯咯,當你說啦,這樣做對那些小朋友的健康不是很好,那些屎堤分周除了,插你們之外,還有沒有咬你啊,那些老闆就是這樣的啦, 即是今次都可以算是MIRROR第一次上BBC的報導了,啊,BBC平時都不報導,這些謎就是好事不出門,醜事傳千里,甚至乎有機會的哦,因為你有些都喜歡看一些亞洲,即是那些演唱會啊,感受一下現場氣氛的嘛,尤其是香港都叫做大英帝國的屬土,是不是?以前,那跟著不知道為什麼淪陷了啦,應該是有人不遵守協議,因為如果說協議的話,南京條約啊, 啊,是說好了,界限加以南都是大英帝國的嘛,你租借的話,那就是不便啦,你hangover不便而已嘛,你搞南邊幹什麼呢,是不是? 哎,新界的朋友不餓了,跟著,那這樣,新界99年租約呢,有一件事叫逆權侵佔,都租用了10年或以上啦,是不是? 應該啊,就已經整塊東西給了大英帝國啊,哪有人租90多年的斯里蘭卡麥,斯里蘭卡,斯里蘭卡 那我去報道新聞的時候,很多時候會有些主觀的看法,啊,那我先說了,然後再去看新聞報道裡面的分析各樣,所以是可以即時驗證到的,我都沒看下去有時, 誰知道呢,就真的講中了,所以我啊,昨天那一集,我都覺得神奇,證明我看別人的body language 那樣東西呢,是很準的 Anyway,那我們又看一下黎明當日是怎樣做的咯,就回數回2016年4月30號啦,即MIRROR,土生土獎啦,可能,就不及得上黎明這麼聰明啊,話說2016年4月30號,你真是給他一個聰明,還有要拍手獎喔, 黎明拆國產帳篷演唱會重開,歌迷又興奮啦,這件事是因為國產帳篷呢,雖然便宜超過300萬這些淘寶貨啦,是吧? 但是啊,那這裡,據了解呢,那個帳篷未能夠符合英國那邊那個防火標準,咦,嘩,大家見到趁價,是由協興隆鐵器有限公司負責,啊,那大家知道什麼事啦,協興隆啊? 我看這單新聞那時候呢,即舊文啦,不叫新聞啦,我沒想過會出現協興隆三個字的喔,協興隆鐵器喔,還有大家知不知道啊,是林鎮逆歲喔,啊,突然之間就轉換了一間承辦商,不過不要緊要啦,未來他都是越用越多國產貨的,你夠膽不用嗎?不夠膽的嘛,包括地鐵,升級,所有啊,全方位啊,學校啊,各樣, 餐具,食品,很多的認證各樣,你說他知不好就會改的啦,錯啦,因為這方面所有的東西呢,都牽涉著什麼呢?牽涉著金錢,你叫他不賺錢,他肯不肯呢? 講完的啦,難道為香港人民福祉著想?不要傻啦,如果為香港人民的福祉著想啊,就不會DQ你的消費券啦! 那我不說我們移民那些啦,哎,你那兩三千元,加上那些NPF,我當是跌了給黑衣的而已,我是在說,喂,有些,你是回大灣區置業啊?又或者回內地匪媽那些啦,啊,那跟著,及早提取了這個強積金,跟著回來,被DQ了消費券,你什麼玩法? 是不是要找你西門市敬啊?還有這個陳永恩算帳啊?Anyway,那我們說回協興隆啦! 啊,香港市民啊,香港人為刀嘴,我就為魚肉,他在這裡魚肉百姓,草姦人命,是百姓的性命如草戒的而已 話說協興隆呢,該公司啊,就曾舉辦多次的大型演唱會的,但是戶外舉辦演唱會經驗不多,幸好我跟你說,你想想,室內的都搞成這樣,如果黎明那次用了這些,不合乎防火標準的帳篷, 隨時全部人變成了蕭乳豬啊,那加上今次呢,即是那時2016年,屬於4D演唱會,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,有沒有看過啊? 黎明演唱會,有很多特別效果的,哦,即是那些什麼粉塵啊? 喂,完全exactly就是我昨天說的那樣啊,啊,你搞了台灣那些粉塵那樣啊,可能 Anyway,承辦商或者未考慮周到的? 採用那個帳篷折省300萬元,但是黎明都禁停了,就為了慶祝入行30周年啦,所以黎明呢,就原定在4月28號起的8晚,在中環海賓那裡呢,就做這個演唱會,也是闊別五年之後的第一場,哇,原來是食玩處做的那時候,並不是黎明自己禁停的, 因為呢,食玩處當時就說啦,你的演出啊,是沒有符合相關的消防規定,就是因為協平龍那個帳篷啊,你拿不到首令啦,那時候就是這樣做,那今時今日為什麼拿到啊? 好簡單,你幹嘛不加他7.5%啊,你只是加那2.5%啊,是不是啊? 那些人,經常都說啦,公務員,我就說啦,貪蛾啊,一早已經賣了那個東西給你,你又不聽我說,是都要將7.5%就按下去2.5% 你以為好好玩啊,以結果為結果,以目標為目標,玩謝你都還可以啊! Anyway,黎明當晚親自向4000名受影響的觀眾致歉,那解釋場地那個物料呢,就是中國製造,未能符合英國標準,那今時今日沒有的,他的電視可能符合中國標準啦,不符合英國標準的,那他照用啊,照去啊,那就出意外咯! 那但是呢,你看外媒的新聞呢,他就不會探討過制度,他只是報道件事,所以是很偏頗的一件事情來的,他基本上就蒙在鼓裡,不知道香港今時今日呢,就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了,不懂得作出這些這樣的分析,那不過不要緊啦,BBC各樣,他都是繼續訪問人酒茶梁振英啦,制度都不同了,你訪問他來幹嘛差才行啊? 你改名叫BBCchina我就相信你了,變了Bilibili comedy,Anyway,今天講到這裡 去吧,有個定義人酒 去吧 去吧 最後呢,請他現在的感覺 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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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